不敢相信 985学校的女学霸 背地里尽是一名爱威女演员 今天与她对系的男人 竟是光头强僧 显然这大块头让学霸倍感压力 但对方可不会怜香惜玉 刚开拍就给她一大嘴巴掌 再抓头发一顿臭骂 把学霸吓坏了 她赶紧喊导演暂停 然而除非观众点赞视频 否则他们不会有停下来的意思 三秒结束后赶紧沐浴 清洗身上的牛奶 学霸受不了这委屈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 谁又愿意坚持 这种不体面的事业呢 这时一通电话打来 不出意外就是找她催在 学霸泪流满面 因为这通讨钱电话 竟然是学校打来的 几个月前 她考上了985学校 本以为这样就能有美好的未来 谁知这一年的学费 竟高到要贷款高利贷 这哪是上学呀 简直是去当冤种打工人 但闺蜜说 这985毕业证的含金量 可是相当之高啊 想进入国家单位 还得看她才行 纠结一晚 学霸实在睡不着 就上网看看 有什么来钱快的兼职 能补贴学费 找了一圈 发现有个只要 愿意真人出镜 就能赚快钱的职业 抱着尝试的心理 学霸搞张自拍 发过去应聘 没想到第二天 她就收到陆勇通知 并且对方还愿意 增加十倍的酬劳 在这样的诱惑下 学霸放松警惕 以为捡到便宜 就立马去往工作地点 她完全没在意 这是一间废弃工厂 也不关心合同上 有什么霸王条款 浑然不知 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 就这样 学霸陷入社会陷阱 从此人生跌入深渊 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漂亮学霸 本想还请学校贷款 却被人诱骗 拍下大尺度视频 迎面走来一位光头大汉 看着她那魁梧的身材 小美咽了咽口水 她娇小的身体 可承受不住巨龙撞击啊 然而大汉恶话不说 进入观众不太喜欢看的环节 被粗暴的对待完毕后 小美决定跳槽到另一家公司 老板大胡子 出手阔挫 看见年轻漂亮的她 就决定提高片酬 因为今天要让小美 拍摄的题材比较特殊 搭档居然是一位 性感火辣的老女人 起码不用担心 被光头大汉欺负了 没想到小美天赋异禀 演技非常生动 大胡子看得都害羞到 插开了腿 拍摄结束后 她便果断把视频 上传发布到特殊网站 不敢相信 才两天的时间 小美的出道作 就突破百万播放 粉丝数称称往上涨 下海事业 可谓是突飞猛进 小美甚至做到了 一周演七部片子 简直是业界劳魔 很快 她就还起了学校的贷款学费 但坏消息 却接踵而至 母亲发现她 一个大学生 居然能一个月挣一百万 很难不怀疑 这钱的来历啊 小美只好撒谎 说自己接了 疏通下水道 和挤牛奶的兼职 母亲可不是傻子 这可糊弄不过去 而更糟糕的是 随着小美在业界名声大噪 学校里一位男同学 居然认出她 是名艾薇演员 作为资深老司机的她 绝对不可能认错 如今身份暴露 小美祈求对方 帮忙保守秘密 她愿意为此 做任何事情 男同学拉钩保证 一个邪恶的计划 涌上心头 这个女学生实在是太疯狂了 她利用课余时间 去当艾薇演员 为了金钱 甚至能和光头大汉 举龙撞击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她就赚了一百万 实现财富自由 但小美怎么也想不到 在学校里 居然有一位老司机 认出了她 并且还把小美在外拍片的事情 传给同班同学 导致她被排解 就连闺蜜 也被当作一类鄙视 没办法 小美只好寻求学生会帮忙 让人报道澄清 她其实是为了还清债务 人们口中那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女生 谁知当天晚上 小美竟被短信轰炸 全校学生都在辱骂她 第二天才知道 学生会添油加醋 故意抹黑暴倒小美 就这样 全校师生 把她当作过街老鼠 只是穿着黑丝 却要被人丢瓶子 骂骚货 事情越闹越大 小美的母亲 知道她是艾薇演员后 切得当场断绝关系 经历一轮打击后 小美不再坐以待毙 她决定反击 随着舆论不断发酵 持续升温 小美为了赚取学费 出道下海当演员的新闻 登上了头条 面对记者采访 小美竟大胆说出这样的言论 万万没想到 小美的话竟打动了许多女性 她火出圈了 甚至还当选为 女权组织的领导人 不久之后 小美顺利毕业 她受到许多人尊重 还支持小美重振 为国家女性权益这一块 做出伟大贡献 照着这趋势下去 说不定当上总统 都不是问题啊 当她再一次遇见 那个学生会干部时 小美便昂首挺胸 告诉对方 真正的女性权益 是享有自由的选择 从事任何职业 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不分高低贵贱 没有歧视 这样的社会环境 才是值得追求的 换做是你 工作受人歧视 会怎么做呢 有什么 感谢观看